高雄市六龜分局的远景 15号到汗神巨蛋的接种站注射疫苗 传出身体不适送医的紧急状况 引发高度紧张 原来他是15号下午4点多施打AZ疫苗 返家后就出现发烧 头痛及呕吐等症状 隔天请假在家 到了晚上7点多症状没有缓解 由太太求助救护车送往一大医院 目前生命状况稳定 51岁的原警从事内勤民房相关业务 平常身体还算健康 但有长期僵直性脊椎炎 出现严重不适是否跟疫苗有关 市长指示尽速厘清 在苗栗 老太太被紧急送医救治 她一试施打疫苗出现不良反应 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没有一试呼吸 然后我们就赶快给TT要提救 85岁的老太太平常有服用高血压药 15号下午到3亿卫生所打疫苗 16号上午起床就跟家属说不舒服 下午4点情况更严重 邻居开车把她送到卫生所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依旧转送苗栗医院 挽回一命 目前苗栗通报五件打疫苗后 不良反应 症状还包括胃光红疹和头痛 而台中有一名20岁的女子 16号在新光国中接种疫苗后 突然昏倒 这位20多岁的有颠邪病史的民众 在打完疫苗后是突然先颠邪发作 还好稍息休息后就回复正常 因为长辈得到重症之后的风险 非常的一个高 在台湾超过65岁的重症率 甚至10%到20% 所以非常需要就是长辈 接受这个观念 接种疫苗去防范重症的一个 就是效果 基本上是利大于弊 尽管状况频传 但医生强调接种疫苗 仍是利大于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感谢观看